你現在走 是功成身退 留民輕死 你不走 是留下惡民 四面楚歌 所以 造成賴清德 跟民進黨 現在要正衰起壁 要改革向前的最大障礙 就是你 蘇貞昌賴著不走 談起隔魁蘇貞昌 是議員王世堅 又是一肚子火 尤其賴清德表態 要參選黨主席後 蘇貞昌這段話 是不是意有所指 讓外界多了想像空間 賴副總統昨天有打電話給我 要聽我的意見 我也很善意的提醒他 有利有弊 要深思 蘇貞昌賴著不走 全是弊 賴清德也為了蘇貞昌賴著不走 蘇貞昌造成阻礙 所以賴清德不得不在這個時候 讓親自出嘛 蘇院長應該很瀟灑的 揮揮手 不帶走一片雲彩 但是應該 順便帶走那根撞球棒 再說重話要蘇貞昌之所進退 不過他的隔魁寶座恐怕越坐越穩 尤其傳出府院黨人事調整中 蘇貞昌依然不動如山 民眾對內閣的不滿 最後恐怕都會轉嫁到賴清德身上 難道這又是英系要制衡賴清德 大概就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周楚除三害 最後他回來 問他的鄉親們 說還有什麼要做的 那鄉親們就是說 就是你啊 就是你 再來就是你這個惡霸 我希望蘇院長他能夠聽得懂 論文風暴讓民進黨中生代元氣大商 也打亂接班布局 就算賴清德提前成為2024共主 但強勢隔魁蘇貞昌 只要在位置上一天 都可能成為賴清德總統路上的最大變數 歡迎新聞 蔡宇智莊頻道王一德 台北採訪報導